这小子这都闹瘟疫了 也不跟我说 要害死我呀 我得溜出去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我是大肉脸 我可不认识你 快来 让你走了吗 来人 什么意思 我是聊你啊 行了行了 赶紧让他走 后面还有一堆人在这排队呢 回家追命 来人走这儿 明日 染病的百姓就会慢慢减少 这场瘟疫 也终于可以得到结束了 越来的赶走贺舍 居然也要如此煞费过心 好在 也算是完成了木败先生的请求了 贺舍兄 贺舍兄 看来最近贺舍兄快活得很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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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来了 这威仪爆发呀 这贺公子就不见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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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贺公子房钱还没给呢 钱钱钱 只知道跟本王提钱 你当本王是提款机啊 王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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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子没法过了 生意可怎么做呀 朕今天 是既脑怒又欢喜啊 脑的是 终究没有抓住贺舍那歹人 喜的是 金城的疫病 终于被成功地消除了 朕就想啊 新许这贺舍 就是那瘟神 瘟神走了 这瘟疫 也就跟着走了 父皇所言极是 想必那贺舍 再也不敢踏入我大言半步了 嗯 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父皇 惩治贺舍固然重要 但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才是重中之中 嗯 燕王说得对呀 此次控制疫病 多亏了 宣尔 臣尔 离尔 你们三人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不过 最应该感谢的 还应该是清云国师 有钱清云国师 宣 国师 频道向兴宝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万岁 国师免礼 太阳们 快快见过国师 见过国师 今次文艺 幸亏有国师提前预测 方能及时应对 减少损失 国师 真乃神人也啊 我大言国 今后要是有国师的加持与助力 毕竟会繁荣创盛 无往不利啊 哎呀 皇上 贫道可实不敢当啊 皇上 贫道不过是为国效命而已 陛下 吉人自有天相 上苍 上苍 也会护用我 大言的江山哪 皇上 哎呀 别靠在这儿 有点像模样 王公子下来了 给王公子伺候好了 哎哎哎哎 我们这儿不接待女爹 折了吧 我来这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难道你忘了 我来找清影 清影姑娘在上面 走走走 看什么看 赶紧干活去 去去去去外面接客人去 你回就说了 薛儿 不必多说 清影 谢谢 姜儿 姜儿 你看 姜儿的水好热啊 热啊 我们坐一坐 好 林儿 我真想一辈子跟你待在这 男人的嘴果然不能心 刚刚还说想带我出来的散散心 现在就跟我说 要一辈子待在这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我想跟你 一辈子待在这 你又骗人 刚成亲的时候 我连任都不认识你 哪来的一辈子呀 自从 我遇到你的那一天 我的人生 变开始 所以当然是一辈子 真是静默者黑啊 现在连你都学会胡搅蛮缠了啊 不是胡搅蛮缠 这叫能说会道 而且也不是静默者黑 是静诸者赤 母妃进来身体可好 这身体倒是无恙 就是前段日子只能待在宫中 这心里闷得慌 不过啊 好在有你陪维母在宫中走走 这心里啊 也开心了许多 来 谢过母妃 对了 那个贺舍她怎么跑的 儿臣也不知 那不是白藏了半天 可不是吗 羽儿啊 这最近宫中都有什么趣事 回贵妃的话 皇上刚刚见了从东海来的元新王 什么 那元新王现在哪里 回贵妃 现在去了燕王那里 来 干杯 舅舅 你尝尝这道菜 我们京城的特色 别的地方没有 好吃好吃 来 舅舅 这是我亲手尿的糖花酿 你来尝尝 好了 好了 丽儿 轩儿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 舅舅的肚子啊 已经装不下了 我知道您的饭量 小时候您说过 一顿饭 您能吃下一头牛呢 那个时候舅舅年轻 现在老了 老了 谁说的 您一点都不老 来 萧儿再敬您一杯 左哥 快点 把那后边那个好菜全上来 不用不用 真的吃不下了 真的吃不下了 萧儿 你就不要逼舅舅了 我看他也是真的吃饱喝足了 哎呀 还是李儿善解人意呀 李儿 轩儿 你们新婚打点 我这当舅舅的没能到场 人是错过了 这礼 今天一定得补上 这是 打开看看 这是 轩儿母亲留下的 是时候 该交到你的手上了 多谢舅舅 自家人不必多礼 看到你们俩和美美的 当舅舅的别提心里 多开心了 自家人不必多礼 你现在准备有什么的 肯定 軾 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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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送送您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